2024年2月16号大年初期 先跟大家说一声人日快乐 大家好 我是凯文杰 你好 我是俊斌新年进步 大年初期人日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捞声而在马来西亚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 七彩鱼生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捞声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鱼片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怎么样捞声捞得又健康又卫生 又符合传统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吧 捞鱼生是马来西亚人 在大年初期人日 必不可少的餐桌文化之一 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便用筷子将鱼生捞得高 编喊出吉祥话 既往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随着时代的改变 鱼生拼盘的款式也变得越来越多 从传统的换鱼片到如今的三文鱼片 鱼片的种类变得多样化 供消费者选择 究竟这些不同种类的鱼片 哪一种营养价值更高 各种鱼片制作的鱼生拼盘 在配料和酱料的搭配上 是否有不同之处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跟着专家一起来了解 各种鱼生拼盘吧 捞鱼生真的是我们 新满尔两地的文化 但是会捞 大家都会捞 但是对于它的意义 你真的了解有多少 我们马上请教专家了 他是饮食治疗师苏星柔 Angela 你好 Angela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Angela 老师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过年不只是大年初期 有的时候就是年初一到十五 大家都捞生 对不对 但捞生里头 这个为什么要放生鱼片 就是生的鱼片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的 那其实我们新年期间都会捞生 那为什么会用生鱼片 它其实有意义的 例如说生 生鱼是其实生命 生财 那华人是很喜欢财的吗 还有说是那个鱼 那还有谐音 就像鱼 对 年年有鱼 所以为什么我们捞生 都会用生鱼片 是 我们今天在现场 大家画面上看到 有两个不同颜色的鱼片 对不对 其实可能一些朋友 有注意到 我们平时捞鱼生的时候 一般最常见的 应该就是这个三文鱼 生鱼片 捞生 生鱼片 就是三文鱼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选择 这个就是换鱼了 老师 是不是一般的这个捞鱼生 都是用这两种鱼片 还是有其他的鱼片 那为什么选这两种 或者这些种类的鱼片 好 那其实一般上 以现代来说 我们都会选择是这个 三文鱼 对 三文鱼 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吗 一般是 也可能是这个 可能在吃寿司的时候 生吃大家比较习惯 对 对 对 那传统式的话 会用这个换鱼 那为什么传统式 会用这个换鱼呢 是因为以前呢 这个是合鱼嘛 对 对 然后因为它的骨比较麻烦 去骨这个过程比较麻烦 然后接受度没那么高 所以现在呢 多数都会有三文鱼 做一个替代品 而且它的口感也会不同 是 是 那在营养价值方面 那两个有差吗 是 是有差别的 哦 那我们先讲一讲好不好 好 那如果说是 OK 我们先讲这个换鱼吧 还有就是三文鱼 那换鱼的话呢 因为它是合鱼的部分 那合鱼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神海鱼 三文鱼是神海鱼 所以在神海鱼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Omega 3会比较高 它的营养价值就会比较高 比较丰富 例如说维生素B 还有说矿物质 都比换鱼来得更加高 是 反而是换鱼 因为它是合鱼的关系 所以说那个寄生虫的这个风险 相比之下也比较高 就是换鱼的寄生虫的风险 也比较高 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三文鱼前阵子 大家不是说有担心 也有寄生虫的这个风险之类的 对不对 但相比之下 三文鱼还是比较安全的 是这样说吗 明白 明白 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 它们的口感有差吗 吃起来 是会有差别的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脂肪含量不同 那生海鱼是这个三文鱼 是生海鱼 那它的脂肪含量会比较高一些 那合鱼的话脂肪会比较少 那大家听起来脂肪少 不是适合我吗 对啊 比较健康 其实它就影响到它的口感 比较清淡 比较干燥 那吃起来就不会有那种弹性 比较丰富 口感没那么的丰富 或者我们换普通的肉类的说法 就是瘦肉跟肥肉 或者半肥瘦的差别 对不对 那个口感是这样子 那而且三文鱼的价钱 是不是比较贵 对 相比之下会比较贵 是的 那我们讲了这些好处坏处之后 其实在做鱼生 处理的功夫是蛮多的 我们不说那些配料 先不说那些配料 我们就说这个肉类方面 我请Angel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准备三文鱼跟准备换鱼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OK 那准备之前 让你购买食材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是否新鲜 那个食材是否新鲜 那当你买了之后呢 你就需要多数了这两种 你都是需要去淋去鱼骨 对 然后说切片呢 都会是跟着它的原路 那个纹路去切片 斜片 而是说呢 它的那个厚度就会不一样 这两种 因为它的口感的这个关系 然后再接下来呢 你就要注意的是保存的方式 对 因为你要保持它的新鲜感 跟口感 那Angel老师 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买的时候 尽量当然要选新鲜的嘛 是的 那怎么样从表面上来 看它新不新鲜 有办法看得出吗 可以 你可以依据这几点 第一它的外观 第二它的气味 第三它的颜色 然后第四 它的这个肉质的质感怎么样 但是商量因为我们一般买的时候 它是包装好一整块的 对不对 那如果从外观上 我们是要选色的比较 比较亮丽的 比较亮丽的 对 比较亮丽的 比较新鲜 比较新鲜 比较暗沉的可能就会放了一段时间 暗沉的可能就会比较久了 是 是 如果是说那整块鱼肉太多水分 可能也不太好对不对 是的 而且保存上也要特别均 摆回架之后 要怎么样来处理会比较好 OK 如果你是买鱼片 或者是任何的鱼了 你都必须要冷冻的收藏 是 然后说呢 你是必须要 收藏在密封的保鲜袋 或者是一个密封的这个容器 里面冷藏 所以冷冻 那冷冻的温度呢 必须要零下18度 就是我们的冰櫃有分嘛 冷藏和冷冻 那必须要是冷冻的部分 而且最好呢 是要注明你的日期 因为有些人可能买了很久 买了几个月 都没用相餐 你可能忘记了 对 老师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鱼冷冻 这跟一般做菜 概念是差不多一样 但如果是我们在准备 三文鱼跟换鱼的话 它在保存跟冷冻方面 鱼片会有差别吗 会 鱼片 它差别在哪里呢 OK 那鱼片呢 如果你新鲜买 可能是当天吃 或者是多两天吃 它的口感跟你储存了很久 冷冻的话 口感会不一样的 那当你冷冻了比较久 可能是一个月后 你再拿出来吃的话 其实那个冷冻 那个水分 还有那个结晶 会导致到 它的这个纤维部分受损 所以你吃上去的口感呢 都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比起新鲜的这个衣生 刚才老师有讲到说 那个口感 因为脂肪含量不一样 然后厚度也不一样 那如果在吃这些生鱼片的时候 这两种鱼 我们在切片的时候 是不是要 都可以切一样厚呢 还是说我们这个厚度 要稍微给它有分别呢 这个其实是水泥的喜好 有些人特别喜欢厚的 有些人喜欢薄的 都可以 那老师我想请问呢 就是有没有说哪一些人 他不适合吃 有 生鱼片或者是说这两种之间 他只适合吃三文鱼 或者他不适合吃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OK 主要的话呢 因为生鱼片存有这个寄生虫的风险 它并不是输的食物 所以有一些人群是不大适合吃的 例如说是孕妇 孕妇的话呢 你怀孕嘛 那多数的生的食物呢 都尽量不能厚 那第二呢 就是说小孩 幼儿 那他们的发育系统还没完善 消化系统还没完善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尽量避免就避免 让他们吃熟的食物 大概是几岁以上才比较建议 让小朋友试试看 五岁以上 五岁以上 对 安全 那另外呢 就是说那个免疫系统 比较弱的人群 就例如说可能是接受这某一些治疗啊 癌症的人群呢 或是刚刚动完手术的这一些人群 刚动完手术有意思 同意 对 因为他们接受那个感染的风险 也比较高 因为可能是开刀动手术 有open wound 那一个 那你就需要注意一下 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观众的问题 他的手机尾号是4990 这位朋友就问呢 吃太多的这个捞声拼盘 会不会造成肠胃不舒服呢 主要的话呢 如果你是当天捞 当天吃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经常可能是捞完了 你可能是隔夜 存了好多天再来拿来吃的话呢 那就会影响 一个这个仓位 有人会收这么久吗 不会说隔很多天 但是可能放隔天的还是会有 就可能前一天晚上捞了 然后吃不完 隔天早上中午再拿来吃 对 因为如果有些人比较容易 有胃风 胃胀风的问题的话 其实不大适合吃隔夜的蔬菜啊 水果啊这一些 所以就算放到冰箱里头保鲜 其实也不是不太坚强 我们能够降低它感染风险啊 这一些 但是说如果本身 你的肠胃都不大适合 吃这一种食物 就是比较容易敏感的话呢 就不大适合这些人吃了 那如果是过年 你真的要吃的话 尝一口就好 就会认为说过年吗 一年一次啊 其实在过年期间很容易 有肠胃敏感的朋友 就很容易会有肠胃不舒服的问题 因为大吃大喝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那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观众的问题是吧 是 我们这边的手机尾号1653 我想请问Angela老师的是呢 这个捞生拼盘 它的卡路里会不会高 问到关键点了 OK 这就需要取决于你的捞生拼盘 你用的是什么食材 那有一些现在越来越讲究健康嘛 会自家自己制作那个拼盘 那如果你用的多数是蔬菜 那可能那个脆饼都没有 可能就几片的这些鱼生啊 那基本上它的热量并不高 那如果说你用的可能是比较多水果 然后说呢 脆片也比较多 那相比之下 热量也会比较高 而且水果糖分 糖分 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酱料的部分 对 酱料其实是 卡路里最高的部分 对吗 那应该怎么做呢 酱料的话呢 如果是要选择一些低卡的 它比较算是像醋啊 柠檬汁啊这一些 都算是比较健康 跟热量基本上是非常低的 是 但你要有那个甜度 你就选低卡的那个 稍微调配一下 是 就OK了 可以取代 对不对 是 刚才Angelo老师有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吃的太饱了 要留下来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待会呢 我们在第三环节 会跟Angelo老师在来谈 就是说这个鱼生你平时准备的时候 如果你提早准备 你应该怎么来保鲜 还有吃不完的鱼生 应该怎么来保存 那我们稍后才跟Angelo老师 再来聊一聊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那第二个环节呢 有更多精彩的讯息 等这边走开了 初期人日的禁忌 是吵架 根据民间传说 米蛙创造生灵万物 并在农历正月初期 创造了人类 因此这一天 被视为人类的诞成 是众人的生日 为了欢庆人日 在这一天里 人们应该 凡是秉持以和为贵的原则 切勿吵架动怒 或者是教训家中的孩童 否则会招来话端 从现实层面来说 夫妻人日 即吵架的传统观念 是源自对和谐家庭 和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视 只有避免朝家带来的负能量 塑造积极 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 才能在新一年里 有美好的开始 过上向往的祥和生活 即千居 根据民间风水观念 和文化传统 正月初期除了是人日 又被称为七萨日 而萨星代表着凶神 小人 是暴力和凶兆的象征 有俗话说 正月不能动土 不能大兴土木 古人相信正月是一年当中 最为重要的月份 并且会进行许多的祭拜活动 祈求一年的顺风顺水 因此就会搬家 若在这个时候动土 将被视为不吉利 是泛冲的行为 会影响一整年的好运 祭洗第一杯 在传统习俗中 正月初期是送火神的日子 人们会在庙宇进行祭祀仪式 燃放暴族 已是对神明的敬意 同时也有驱邪 消灾避难的寓意 而在风水观念里头 水与火相冲 是一天应该避忌洗涤一倍 否则会招来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 在正月初期洗涤一倍 也意味着将新年喜气 冲洗得一干二净 所以一般上不鼓励在初期洗涤一倍 好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说到捞声 其实不管是换鱼 还是三文鱼 其实基本上是大家的口味不同 或者是说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没错 但是说到捞声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酱料反而才是关键 我觉得配料也很重要 那配料跟酱料究竟应该怎么搭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好了 现场有厨师吴永杰 Chef 你好 Chef 你好 Chef 你好 我们有一点争论 他说酱料比较重要 我说配料比较重要 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两个都重要 没有酱料没有配料都不可以成为 他两碗水都端得很平 OK 那我们来说 我们今天介绍有三文鱼和换鱼 两种的捞声拼盘 这样配料上有分别吗 对 两个都分别 就是换鱼的话 我们会比较注重在换鱼的 竹爵式换鱼 所以配角就是这些东西会呈现 会帮助它口感跟顺德 它是一个顺德菜式的一个鱼身 所以这个其实 你不是给我们显示用什么食材 而是等一下捞的时候 确实是用这个这样的捞吧 对 它有一些油分别 我看起来好像很少 它需要的料 来 Chef跟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好吗 好 这个我们就开始在这里 有圆须 香菜 香菜 对 香菜 芝麻 青椒 薄药 很特别 这个 但是基本上每一样料 它的那个分量都不多 都不多 因为我们要呈现鱼 换鱼的鲜甜味 所以主角是换鱼 不要说 所有的味道都抢了它的味道 那这么说 刚才我们有一个争扎 配料跟酱料 你说两个都重要 但是这个主角是换鱼的话 那这个酱料要怎么调呢 那应该要很小心吧 这个是灵魂了 你说的就是灵魂 所以如果是这个换鱼 我们要有花生油 这个叫桂皮粉 桂皮粉 还有这个是风干叶 还有白醋 白醋 我还以为是板开水这个 白米醋 那这四样 或者说五样东西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继续说 我让朋友们看一看 Chef说基本上每一样 一定会有它的作用 对 那我们来一样一样介绍好不好 白醋 刚才是白醋 对 白醋是会提鲜跟蒸香 对 换鱼会产生它的润滑 更不要起胶 它不会黏在一起 对 后来这个是一点灵魂 就把它的味道提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有各种配料搭配一起 后来这个是风干叶 风干叶是什么 风干叶就是柠檬叶 柠檬叶 柠檬叶 对 它还搭配一起的话会去腥的 去腥 对 跟这个 极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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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脂是开胃我知道 对 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很讲究 对 口味的比例各方面 对 所以这个就是换鱼的鱼生拼盘 是的 这个吃法 那我们是现在示范吗 还是我们先讲三文 因为再来示范一下呢 可以啊 我们可以直接示范 好 那我们就来直接示范 这个应该怎么配 我们让Chef站在中间吧 我拿一个筷子 拿 所以大家呢 真的是我觉得说 可以根据自己想要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嘛 这个换鱼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可能有些家里的肠 对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一个味道 这种做法 这种捞生的配料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大鱼大肉很多天了嘛 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早一天我们吃的比较精致 简单一些些 就不会有这么隆重 或者是这么厚重的一个感觉 是Chef 你现在在做的 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帮助它腌制它 我们用一些白醋香油 就可以来腌制它的 先腌制这个鱼 腌制这个一小小 基本上就都是一点点一点 一点点 对 Chef 我真的有发现 这个换鱼片 好像跟你准备的三门鱼片 有差别 对 对 换鱼片要比较薄 比较薄 那多薄呢 0.5mm 那刀工要不好 对 那我们这个 就要跟它按摩按摩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用筷子 筷子来 把它搅拌一下 因为有油的关系 我们会把它的 均匀的搅拌 它就不会粘成一块这样子 你在搅拌的时候 排列上去就比较容易 对吗 那你在腌的时候 有需要放置一段时间 有 要多久 要一阵之间 其实我们在经过 撈制的时候 它已经是在一段时间了 就刚刚好 如果太过长时间的话 它会因为有酸性的东西 会导致它熟 所以就不叫医生了 OK 就放在中间 就不用铺了 就把它整块 放在中间 这个摆盘这样 照相也很漂亮 对不对 很精致的感觉 很有仪式感 很精致 对 就这样子了 然后到时候捞的时候 就跟平时捞 这个我们可以先放一下 等一下我们才两边一起捞 比较有气氛 那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个三文鱼的部分 那三文鱼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七彩鱼生了 七彩鱼生可能 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非常熟悉了 那但是我们还想一想 如果在家里做的话 我们的这个配料要什么 酱料又要准备些什么呢 所以也可以算是 家庭的话 我们可以用水果 水果跟蔬菜 比如说现在有新的这些 它会帮助我们营养跟容易吸收 好的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就是 我们大众化的一种鱼生 比如说有 来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吧 这个是海泽 海泽 这个是 拿出来先 这是海泽 青棕丝 柚子粒 红姜 叶红姜 芝麻 花生 蒜 腌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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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青瓜 腌姜 还有这个是炸玉丝 还有紫包菜 我永远分不清楚的 这个炸玉丝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一次它只是颜色 颜色不同 看起来不同的颜色 那它有多少样总共 其实我们可以再搭配 我们自己喜欢的食材 就不一定要吃一样 好 刚才有讲到那个 换鱼刀工的比较好 那三文鱼的话 它是比较厚的 对不对 厚的 大概要平均到多厚 我们是在它的两倍 就是去到1mm 那个是0.5mm 这个去到10mm 就是1厘米左右 试材口感 口感比较好 好 那酱料方面 我们准备什么呢 酱料我们有这个叫 酸梅酱 酸梅酱 这有一点油 香油 还有这个是薄脆 薄脆 那那个是 我记得一个是胡椒粉 胡椒粉 一个是五香粉 好的 那这个准备就很简单 把这个鱼铺上去 酱料淋上去 就可以开始捞了 对吧 好 那怎么样 我们先从哪一个开始 我们从七彩鱼上吧 比较快 好 来 我们请Chef 帮个忙 好 我来先做一个大吉大利的手势吧 好的 好的 大吉大利 这样新年嘛 大吉大利准备酸干 把它铺在这个生鱼片上面 好 生鱼片有了酸干 我们就把年盐有余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就放在中间 对 对 好 然后来一个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这个酒很好听的就是说的秘义嘛 对 对 大家到酒楼去捞声的时候呢 酒楼的服务员就会 哈啰哈 一连串的这个吉祥包 来一个裁员馆镜 裁员馆镜 对 这两包由你们来 一人一包什么 祝福鱼 这个 这个我就祝大家 裁员馆镜讲了 对 大家 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 我来祝大家 我觉得平安健康最重要 对 厉害 这个就是满地黄金 满地黄金 好的 那我们那边有筷子了 对 我们跟Chef一起来 简单捞一个仪式 让大家看一看 一般上是怎么做 Chef 来 好 我们要越捞越高越 吉利 对 对 新年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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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财 一马当先 对 身体健康 农年行大运 行大运 一定 好 这个大概是这样 刚才那个换鱼片 来 我们到了 我们很快的 有一点时间 我们赶紧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来 Chef 你在中间吧 对 好 这个就有一点烤功夫 我觉得 对 因为东西没有这么多 怎么做 这个我们会把旁边的 直接在中间 所以我们这样推一下 对 在中间 如果说家庭成员比较少的话 这样子老 其实是刚刚好了 基本上是 因为你不可能买了一大料 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老了 我们就开始老了 来 我们就赶下来 步步高升了 新年见过了 辛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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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都如意身体健康 对 好了 真是如意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介绍的两道 我来尝一下吧 这个帮你尝一个小片的 来 味道怎么样 它那个香油 跟那个蔬菜的味道 鱼真的是很出来 那个味道 它就不像七彩鱼生这样子 你用很多那些其他配料 跟那个酱料的味道 会抢一下那个鱼的味道 这个完全没有 就是那个鱼 要很讲究 要选择很新鲜的 对 非常棒 非常棒 非常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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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的习俗中 人热吃七宝羹能够除去邪气 医治百病 以此获得吉兆 所谓七宝羹 就是用七种蔬菜烹煮成的羹汤 由于各地物产不同 所以选用的蔬菜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 每一种蔬菜都代表着各种好兆头 像是芹菜象征着勤劳致富 蒜意味着有钱蒜 葱代表聪明材质 韭菜寓意长长久久 生菜代表生财 红萝卜代表红红活活 而西兰花则是寄托着花开富贵的美好愿景 雷茶 每逢农历新年初期 东马和西马两地的和婆客家人 都会与亲人齐聚一堂 吃雷茶欢庆人热的到来 为了配合初期 他们会选七种不同的菜 做成雷茶 包括菜心 酒汁菜 包菜 菜豆 和菜脯等 再搭配由不同蔬菜研磨而成的雷茶汤 寄望新一年能获得好运 初期吃雷茶不仅能带来好一桶 还有一健康 具有健脾养胃 生筋止渴 滋补长寿的功效 鱿鱼操 鱿鱼操是一道已涮过的鱿鱼 海蛇和各类生菜 淋上特制的辣椒酱汁 加以搅拌而成的海鲜料理 是冰城福建人在人热必吃的一道传统佳肴 在早期 福建人习惯在人热吃生菜 但随着福建 欢迎回来 看过了厨师教我们做两种不同的鱼声拼盘之后 现在要谈关键的就是保鲜和保存的事情 我们这个单元还是会请出我们的饮食治疗师 苏星柔 Angela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为什么要讲保存呢 其实很简单 你看过年的时候 我们讲不一定是大年初期 我们才会捞生 可能你初一捞 初三要捞 那你买那个鱼 你可能一次过先准备了 那准备的时候你要怎么保鲜 这个很重要 因为保鲜做得不好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先来问问Angela老师 那在这个保鲜的部分 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哪一些食材是特别要讲究的呢 那我先说明一下 捞生前的一些事前准备 那主要你捞生会用到几样的食材 那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这个鱼生 还有说是其中之一的水果 苹果 那苹果它算是一个比较容易氧化的一个食材 可能当你切了之后 你捞了之后 它就很容易氧化了 所以事前准备必须要做好 那如果是说你用的是苹果 作为捞生食材的话 你可以切片之后呢 然后你就把它放进这个柠檬汁里面 柠檬汁 是 那你可以是静一个大概15秒 15秒 对 之后你再把它捞上来 用这种纸巾擦干它 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保存 你用这个保鲜膜 或者是讲说这个保鲜袋 蜂蜜的保鲜袋 然后你再装进去这个蜂蜜的容器 放了保鲜袋之后 再放进这个容器 对吧 如果它不能密封的话 我们用这个 如果可以密封的话就不需要 但是需要去除 老师我有个问题 一般以前说切苹果 它氧化可以进在盐水 那老师今天介绍的是用柠檬汁 那如果用盐水它效果一样吗 还是说我们柠檬汁会比较好呢 这个柠檬汁是因为它用的是酸性 那如果是盐的话 它其实也是在取出它里面的水分 那水分减小呢 它也比较难会氧化 好 那我们就来示范给大家看怎么做 老师这个就这样捞起来对不对 对 捞起来 把它浴干 哎呀 我连这个柠檬汁都一起拿起来了 有点多水了 就这样把它把它吸干 吸干 然后再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大家用这个要用餐巾 就比较厚的这个餐巾 那我们把它就这样放进去 我们用一片就好了 对 那你看这样 你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密封袋的话 那会更好更方便 对不对 那有密封袋的话这样就OK了 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就可以了对不对 你就必须要冷藏它 嗯 好 这个是我们的水果的部分 那还有其他的这些食材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OK 那对于这个鱼生的部分呢 鱼生的话跟水果不一样 鱼生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冷冻它 同样的 你就必须要用这一些 保鲜膜 保鲜膜 或者是这个蜂蜜的这个容器 那你放进去的时候呢 必须要冷冻 放进冰箱冷冻的这个区域 就是收那个肉类 那个冷冻的地方 对吗 老师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可能是有换鱼 可能是用三文鱼 都一样 对吧 对 都一样 做法都一样 大家记得一定要用保鲜膜把它盖起来 然后呢 温度呢 温度的话冷冻的部分 必须要在零到零下18度 零到零下18度 对 这样子可以 这边我们还有看到的是蔬菜 对吧 蔬菜跟酱料 那这个我们的处理方式 也同样放进保鲜袋 或者保鲜膜 密封的保鲜盒 是的 蔬菜和水果的方式是同样的 你必须要放进这个冷藏 冷藏储存 大概0到5度之间 那你可以用这个保鲜膜包起来 那当你买了蔬菜之后呢 你必须要帮它 清洗之后呢 你就必须清干它 清干它 干 干燥 干燥 也不是干燥就是不要额外的水分 对 去除它额外的水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其实有一点 可能大家会没有注意到 我刚才说的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准备这个食材 比如说你买这个三文鱼回来 它是比较大块的 那我们今天要捞鱼生 我可能一下子没有预准那个分量 我用多了 我切多了 拿出来的 但是我没有倒下去 这样这个 哎呀 没关系 我留着明天后天再用 老师这个有讲究吗 在收藏的时候 要保持它的卫生盒 这个新鲜 对 同样的你必须要冷冻它 除非说我只要我第二天 我需要用到它 那你需要解冻嘛 解冻的情况下 你可以放一天 放进冷藏的这个部分 当作是一个解冻 但是因为它 就是暴露在这个空气底下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要收太久 对 好 讲完了这个预先准备的食材 还有一个情况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常见吧 就你捞生捞太多了 然后你吃不完 你想留到明天后天 可能大后天再吃 可以吗 老师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收藏呢 OK 那必须要看 如果你捞完生之后 可能是剩下很多 那你必须要把它分离出来 再做收藏 分 就是说把鱼肉挑出来 对 因为它是这个肉和蔬菜呢 它是有不同的 那你必须要把那个鱼片挑出来 和那个蔬菜水果分开 那可能烙的在一起 全部在一起嘛 可能把鱼片挑出来而已 所以如果有那个柚子的话 那应该没有办法挑了吧 那没办法 所以就蔬菜 一个部分 然后水果是 蔬菜跟水果在一起 同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剩鱼片在一起 剩鱼片的话也在一起 还有这个薄脆也是 薄脆就也另外挑出来的 如果可以 就是薄脆是那个最大部分的 混在一起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们挑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没那么脆了 对 因为有水分在里面 对 对 那保存的话 一样是密封 冷藏 多久时间要吃完 这个是重点 真的 鱼生片的话 最好在一天内去吃完 24小时内 对 那其他的话 最好也是24小时内 但是最长 三天内 你必须要吃完 要不然 三天内的话就不包括 那个生鱼片了 是 不包括 就大家尽量不要这样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还有一个方法 我想到就是 如果第二天 你要安心一点的话 我把这个生鱼片 烫熟了再吃 会不会安全一点呢 会安全一点 那刚刚提到那些 不适合用的人群 像孕妇 儿童 老年人 那如果是隔夜的话 通通不要吃 是是 或者成为敏感的朋友 对吧 隔夜的这些冷藏的 你就尽量避免了 尤其是这个 在农历新年期间 都已经大吃大喝了 有很多的糕饼 汽水 然后还有大餐吃 所以大家就好好地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样就可以 Enjoy整个农历新年 在这里非常谢谢 Anjoy老师给我们做 这么详尽的解释 也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农历新年呢 能过得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回来 下个环节回来呢 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 别走开了 好 欢迎回到 《回力加油站》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介绍了这个 所谓的生鱼片的 这个捞生 可能呢 有些人 近几年来呢 就认为说 这个健康主义抬头之下 要不然呢 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一些些的问题 所以呢 都尽量 选择走一些 健康的捞生的路线 那我们呢 今天呢 现场请到了 温雄光Chef 来教大家做一个 所谓的比较 可以说是健康的鱼生 对对 素食的鱼生 素食鱼生 就是主要就是 蔬菜跟水果 水果 对不对 好 我马上来看一下 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 对对对 Chef 帮我们做介绍 这个 这个是那个 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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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格的话 我们就是去皮了之后呢 就把它切成丝 切成丝 对了 去皮之后切丝 就OK了 好 所以这样 我们就是 可以直接下吗 直接下 好 好 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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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分量我们做 大概10到12个人分的 10到12个人分 对对 而且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 其实相当的多 但是呢 都是健康的 都是蔬菜跟水果 对对对 刚刚是砂格 那下来这个呢 再接下来这个就是 这个芋头 芋头 芋头 芋头怎么会长这样呢 Chef 对 它是切丝 对 切丝 然后我们跟它 拿来炸 拿来油炸 对 拿来油炸 对 好 所以就比较 这样讲就是 比较自然一点 对 而且它看起来就是 有一点脆脆的感觉 对对 脆脆的感觉 所以我们选芋头 要挑哪一种芋头 冰朗芋 冰朗芋 对对对 为什么要特别挑这种芋头 它就口感也比较好 口感比较好 也比较好吃 好 那我们下来 接下来就是这个 红苹果 红苹果 因为我们用红苹果 它就没有姜酸 它就会比较带甜 红苹果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红苹果 好 但是我们苹果不需要去皮 是不是 如果没有去皮就 可以 带皮吃 可以 但是我们把它洗干净 对对对 要洗干净 都洗掉 好 它也比较美观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这个柚子 柚子 新年大家都会买的柚子 好 那么我就是买这个 比较带红的柚子 有红的 为什么 我们是因为口感的关系 还是因为颜色的关系 颜色的关系 颜色的关系 新年嘛 新年就要红红 新年就要红红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们一样柚子就是把它 柚子 我们这个 这样子 老生一般上都会用到柚子 对对对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紫色的包菜 紫包菜 好 因为我们这个 水果老生嘛 就要有一些蔬菜 好 也吃得比较健康一些些 对对对 而且这个紫包菜 它的口感也一样嘛 是有一点点脆脆的 对对对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们用的是这个日本 日本青瓜 日本青瓜 对对对 为什么要特别挑日本的青瓜呢 它口感也比较好 口感也比较脆口 也是用口感的关系 比较脆口 好 所以也是做法是一样 就是把它刨丝 刨丝 如果没有刨 我们用切也是可以的 用切也可以 用切也可以 但是切可能比较累一点点 对对对 但是用切也可以 大家就是活动起来 对对对对 而且新年的时候 大家团圆人多 对对对 那么再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草莓 草莓 草莓 我们要特别挑甜的草莓 还是算的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不一定的 这个草莓 好 因为草莓它颜色也很美 所以我们就用一些草莓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芒果 芒果 芒果一样也是把它切成 是 切成 好 芒果我们就不要买太深的那种 不要挑生的 对对对对 要挑熟了的 熟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地瓜 我们马来西亚叫番薯 好 番薯 可以弄成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也是一样把它刨丝 对对对对对 我们是用切丝 切丝 切丝 切丝了过后拿来炸 也是要先炸过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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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 它就比较有那个口感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这样现场听声音 已经可以感受到它那个酥脆的感觉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杏鲍菇 杏鲍菇 杏鲍菇 对对对 杏鲍菇也用手拿来拔丝 拔丝 对拔丝 好所以拔丝之后也是要油炸过 对对对 也是要过油炸 好 这样就有那个 有一点口感 好 好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圆须 圆须 香菜 香菜 如果有一些人不会吃的 有一些人不喜欢 对不喜欢我们就不用放 可以不用放 对对对 但是有些人如果真的喜欢它的人 是非常喜欢它的一种香味 对对对对对对 就觉得少了它就少了一种味道 少了一种味道 好 来 下来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芒光石 对对对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中间 好 就是尽量我们这个盘 我们尽量把它垫高 垫高 这样我们看下去就 就不会平平扁扁的 就感觉不美 不美 对对对对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好 好 红萝卜丝 我们也是放在中间的 也是一样炒丝放中间 中间 把它跌高 步步高升的感觉就来了 对对对对 好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 材料好多种 接近十样或者是十多样有吗 对对对对对 应该有十多样 好 那这是基本的第一座而已 对对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呢 再来 其他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橘饼 橘饼 橘饼 它是属于一种橘子来的 那么它可以润肺 也可以那个 怎样讲 紫壳 好 润肺紫壳 非常好 我们就跟它撒在这个旁边 这个就不需要太多 不需要太多 少许就好了 少许 好 那再来 再接下来这个就是白芝麻 白芝麻 一定要白的 白芝麻 白的 我们也是跟它 烙在这个旁边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那再来还要准备的呢 就是花生碎对不对 对对 花生碎 我们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好 花生碎当然是少不了的 对对对对 好 来一下来 重点来了 重点是这边是不是 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 因为吃素吧 对 新年很多人吃素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素的三文鱼 素的三文鱼 三文鱼 就跟刚才我们前几个单元提到的 就是 新年如果你搭配的鱼生是生鱼片 但是可能因为健康的关系 或者是吃素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可以有素食版的生鱼片 对对对 好 这个是素的三文鱼 所以这个的话一般外面的买 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不对 有的买的 好 对 所以一样就是把它切薄片 切薄片 好 把它铺上去 我们就跟它铺上去 好 上来 这个是新年 新年比方上都会买干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铺一些 这个新年的年干下去 好 年干就铺上去了 好 好 颜色就非常的漂亮了 对 而且种类非常的多 我们这个就差不多要完成了 好 那在等Chef在铺盘的时候 我们来帮大家重温一下 做这一道 蔬果捞生要准备的材料跟做法 好了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我们酱料的部分主要是有什么呢 Chef 这个是酸干 就是我们就跟它直接这样挤下去就好了 直接挤下去就好了 挤下去 好 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这个香油 香油 香油 好 我们也是这样淋下去 直接淋下去就好了 淋下去 好 那再来 OK 百香果酱是不是这个是 对 这个是百香果 有参 其实参那个 酸梅酱也是这样 好 这个我们也是跟它淋上去 直接淋上去 对 就可以准备立刻的来捞生了 对 好 大年初期大家捞生 所以今天晚上真的是可以做 这样的一道蔬果捞生 一家大小可以捞得非常愉快 那在现场有军兵来跟我们一起来捞生了 来 我们马上来 好 那我们马上就准备动手捞生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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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真的是要一起来合家团圆 一起捞生 对 来吧 Chef 我们一起来吧 好 来 来 一起 一 二 三 三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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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如意 开开心心 合家团圆 新年进步 万事如意 财运恒通 对 荣年 是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 所以要尽量平衡 要不然只是捞到一边而已 我们要捞一缸 要步步高生 是 步步高生 好 所以捞生的话 一定要把它捞得均均 对 吃的时候才会比较好吃一点 好 那么今年是农年 我们就农年要行大运 是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可以尝一尝了是吗 尝一尝 好 来 这都是蔬果的 我们就直接来挑 好 我要试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 树的鱼片 三文鱼 三文鱼 我尝一口 好 我们直接这样吃了 就直接这样吃吃吧 很特别耶 我觉得它酱汁非常的开胃 它百香果很好 而且很清甜 因为里面都是蔬果 水果 都很天然 很天然 很天然 健康没有负担 今天非常谢谢Chef 谢谢 好 同一家的站到这里 站的是要跟大家说再见 然后同时 最后要跟大家预告 就是我们回家的站 之后要播出的就是 哇 活力好购物的 什么好康气的要留守 最后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下个星期要跟大家 讨论什么话题呢 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说 很多父母很关心的 就是文昌卫究竟在哪里呢 怎么样来摆对文昌卫 来帮助你家里的小孩提升他们 这就是在来临的一年 学习 课业 课方面的 对 记得要留守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发到荧幕上的变化 那我们回家站再见 拜拜 拜拜 嗝叫声 来来来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 Happy Long Long Time 新一年新希望过去的不再多少 展望新的未来才是理想 来来来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Happy Long Long Time 又是新的一年 让我们许一个人 心想事成 Happy Happy 心想事成 宝宝来宝宝 心想事成 Happy Long Long Time